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危机关头 400多艘每日战舰全部参与到莱特湾海战中 此时的日本则将胜利亚宝在一件秘密武器上 而美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只知道它的名字叫五藏号 五藏号的排水量高达72,000吨 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艘战略舰 其大小几乎比其他战舰大了两倍左右 舰上配有防空炮台和457毫米口径的巨炮 当时建造者对这艘战略舰的评价就是永不沉默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其在首次大战中 这艘超级战舰就被击沉了 但是五藏号身上一直笼罩着不为人知的谜团 为何号称永不沉默的巨无霸却被快速击沉 究竟是美国空军让它应接不暇 还是其具有致命的设计缺陷 致使舰上近千名船员令丧大海呢 五藏号最早的构想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 那时日本专注于向外扩张 但是却遭到前期盟友美国的不断干预 美国认为这违反了华盛顿海军条例 这个条例规定美国建造100艘战舰 日本就只能建造60艘 这就意味着日本战舰在规模上必定会小于美国海军 所以最后日本决定以致取胜 质量意味着要建造巨型战列舰 通过在大小上来压制美国的数量优势 这艘全新战列舰被称为大和号 并且将这艘战列舰宣传比作强大的金刚 时间来到1938年3月 武藏号也开始动工 地点就在日本长期的三菱造船厂 当时建造它所用的门式起重机至今仍在使用 这项建造行动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 场地周围全都拉起了巨大的帷幕 将整个造船厂围得滴水不漏 就连当时日本本国的居民都无法看到里面在做什么 1941年12月7日一场大战瞬息而来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 使用航空母舰舰在空军力量给美国舰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1942年8月 武藏号开始秘密海誓 之前小心避开敌人间谍耳目的攻防武器终于投入试验 武藏号上主要的武器是由三座各配备 由三架94式舰炮的炮塔组成 这些舰炮的口径达到460毫米 因此全是当时全球在用的最大型舰炮 为了保护自己 武藏号装配重型装甲 这也堪称为有史以来最后的舰体盔甲 盔甲所用的钢材由低磷铁淬炼而成 这些材料全是来自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秘密开采而来 当时19岁的大使征裕和数百名年轻船员在这艘巨型战列舰上服役 对于他们来说武藏号是个技术奇迹 对于船员来说武藏号就是海上金刚 武藏号在1942年加入日本海军服役时 战事即将出现反转 因为美国前所未有的接受海军航空力量 此时只要有航母出现的地方战局都会扭转 并同时投入了一种新式俯冲轰炸机和一种新式鱼雷轰炸机 特别是马克13型鱼雷比此前的型号投放高度更高 同时美国情报机构截获了一份印有日本大核机图片的情报资料 据此他们猜测武藏号长约235米 排水量估计4万2000吨 但是之后他们会发现这些猜测简直太过保守 1944年6月美国海军成功地迫使日本舰队共计60艘战舰 450架飞机退出了西太平洋海域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马里亚纳烈火机大赛 这场战役中日本的飞机几乎被一网打尽 日本航空母舰也损失了一半 海军航空力量几乎完全丧失 美国的迈克阿瑟将军当时正准备攻占日本的门户菲律宾 1944年10月20日 迈克阿瑟从莱特岛东边登陆 此时的日本还想要打一场决定性的海战 以两艘美国人尚未见识过的巨舰为首 这就是武藏号和大和号 1944年10月24日 日本海军上将力田舰南帅中央舰队26艘战舰进入西部沿海 其他两支稍小的日本舰队从南北方向驶向该海域 至此莱特湾海战一触即发 美军的飞行员是首批目睹五藏号和大和号真龙的美国人 于是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守住莱特岛的登陆地 第三舰队缤纷三路向北行进 其中一艘大型航母的体型仅是迎面而来的两艘日本巨舰的一半大 日本中央舰队还配备有其他24艘战舰 1944年10月24日上午 西部沿海上空聚集了40多架美国战机 其中包括地狱猫战斗机 地狱俯冲者轰炸机和复仇者鱼雷轰炸机 战斗机在低空扫射压制敌人火力 但是猛烈的炮火从五藏号的100座高射炮台中倾斜而出 此时有11架飞机向着五藏号飞过去 一枚重达900公斤的鱼雷撞上五藏号左弦爆炸 五藏号挺过了美军首轮进攻 但是猿人不断地猛烈进攻让日军损失惨重 紧接着一枚炸弹落在了五藏号的甲板上 大和浩泽躲过了这次围剿 下午7点39分遭受重创 但健身依旧完整的五藏号翻转沉默 为了揭开五藏号身上的谜团 首先必须找到这艘失踪的巨无霸 2011年2月 美日联合研究小组来到位于菲律宾中部的西部沿海 他们拿着70年前美国飞行员拍下的照片进行位置比对 哈奇这次探险行动的是已故的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 罗伯克莱夫特负责实施所有水下行动 大卫·莫恩斯则已搜寻失踪的舰船残海味事业 几个月以来他们梳理了美国和日本的军事档案 希望这些线索能帮助他们找到五藏号 通过美国飞行员当时拍摄的一些空中照片 可以看出美军在发起最后一轮猛烈进攻 从照片的背景中 他们认为这里是距离西部沿海南部几公里处的地形轮廓 同时利用驱逐舰轻双号报告的位置数据 他们确定了一个高概率搜索区域 此次用于搜寻的工具叫做多波数侧身仪 这是一种安装在船体上的声纳装置 向下发射的一束声波扫描海底地形 从而形成扫描宽度为1.6公里的图像 即使五藏号的大小相当于75层楼的建筑 但是它在广阔未知的海底中不过如一粒尘埃般大小 要想找到它非常艰难 他们一共花了四天时间才完成了对这片高概率区域的搜索 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五藏号的迹象 接下来他们的焦点转向了第二条线索 就是当时飞行员拍摄到的船头 他们利用纸箱观看模拟相机的视野范围 然后计算出新的搜索区域 时间来到搜寻之旅的第14天 终于他们有所发现 一次声纳扫描发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目标 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并不是五藏号 此次扫描的区域已经达到3600多平方公里 面积相当于罗德岛一样大 仍然一无所获 于是他们认为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工具 来搜寻崎岖的海底 加上此次搜寻的目标时间也结束了 他们只能期待以后再来 2015年2月下旬 他们重启对五藏号的搜寻工作 这一次他们带来了探索神器 它安装在章鱼号探险游艇上 游艇上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深海设备 这是一种自主水下载具 能够钳至海底1500米深处 它上面安装有侧扫声纳系统 可以对两侧进行扫描并提供图像 载具潜入到1000多米深处 在距离海底百余米处工作 测绘海底地形 当发现可疑目标物体时 他们启用了远程遥控潜水器 它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抵达1600多米的海底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遥控潜水器 很快他们发现了印有日文的日本战舰残骸 为了证明它就是武藏号必须要找到舰手 舰手的经期已经不见了 但是日本皇室菊花文章的轮廓依旧清晰可变 至此武藏号消失了70年后 它的残骸终于被找到 同时还有船员的鞋子和头盔 武藏号沉没的地点 距离青双号驱逐舰上报的沉没地点相当远 通过残骸判断除了舰桥完好外其他全部损毁 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了舰体的大面积损毁呢 最后被找到的残骸是舰身上巨大的460毫米口径大炮 2016年3月 一组日本专家在东京相聚 他们将搜寻到的海底残骸图片进行拼凑 最后得到一件独一无二的三维残骸模型 至此才终于看清武藏号庞大的身形 它有263里长 比三架大型珍宝喷气式客机还要大 其中箭手左弦处的损坏部位很有可能是鱼雷攻击造成的 通过五藏号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显示它的箭手部位沉没 这让人们相信它的沉没是由于这里净水引起的 但是另一项研究发现 即使五藏号的箭手灌满了海水也不会导致它的沉没 为了找出五藏号沉没的真正答案 他们先从五藏号的出生地开始调查 在日本长期的三菱床屋内找到一份标游五藏号的文件 这是一份从未公开的原始设计图 专家们通过比较残骸碎片与原始设计图得以确定这些碎片的来源 所有部件均受到重型钢铁装甲的保护以保证五藏号不会沉没 最终通过残骸的钢板发现这些装甲全都脱落了 通过对安装装甲工艺的了解发现都是锚接上去的 一旦锚钉松动 装甲层就支撑不了多久 五藏号装甲的安装带有一定轻角 用以偏转来袭的炮弹 它设计的初衷是用来抵御其他战舰的炮击 然而五藏号受到最多的是鱼雷和空头炸弹的攻击 这些武器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如果发动攻击的飞机头下一枚鱼雷击中装甲板连接处 就有可能导致锚钉脱落导致海水灌入 事实又再次证明五藏号对空中袭来的穿甲炸弹束手无策 残骸的甲板上多个直径近一米的大洞 这显然就是这些穿甲炸弹的威力 所以从一开始它的设计就无法对抗这些武器 但是当五藏号沉没的时候还是一个整体 又是什么让它最终在海底四分五裂呢 五藏号的残骸掉落区域达到一平方公里 专家们认为一定是沉入海底后有一次大爆炸让它四分五裂 因为五藏号在决战中最后只发射了数次主炮 估计当时大约有160枚炮弹和100吨炸药还储存于五藏号的弹药库中 当它倾斜沉没的时候损坏源于第二主炮下方的一次爆炸 从而导致它最终的残骸遍布一平方公里的海底 另外随着五藏号的沉没也代表着战列舰的时代结束了 随之而来的是航空母舰的时代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您对此类视频感兴趣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